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 警方修訂傳媒代表定義 是為了避免有人如目混珠 李家超在望致指 自去年反修例事件 經常有利用記者身份作掩飾的人 混入人群如目混珠 令警方無法有效執行他的法定職責 過去更有兩名自稱記者的人 因為在現場犯法而被控在7月1日 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及暴動 另外更有身穿反光衣的人士 在去年7月14日 在沙田新城市廣場涉嫌搶返 被控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 他強調警隊修訂傳媒代表的定義 對新聞工作者的依法採訪工作 毫無影響,一切如常